我們其實因為台中市是一個創意的城市 雖然咖啡不是我們主要的量產的這個產品 可是我們怎麼樣讓它的這個咖啡 透過創意之後 我們可以變成有一種服務的模式 讓民眾覺得來喝咖啡不一定要喝台中量產的咖啡 但是呢它會喝到有創意的咖啡 所以這一次就特別辦這個咖啡創意競賽 那咖啡的這個這飲品的創意競賽的用意就是說 你不限就是說咖啡一定只有咖啡 它應該有一些飲品的搭配 那能夠做出來有有特色 那我們希望把台中的咖啡除了品質的這個產品的品質好之外 就還有一些服務 所以我們這一次還搭配這個咖啡粥 怎麼樣有微型藝廊 所以我們從這個3月15號一直做到這個3個月到6月16號 就在有一些咖啡店我們怎麼樣跟學藝術的去結合 那讓大家來喝咖啡的時候 同時也能夠欣賞一些藝術的作品 是底下加了碰乾的榨汁 那上面再鋪了黑咖啡 那喝的時候呢 黑咖啡它的甜感非常的清爽 然後象徵了台中的整個朝氣 還有台中人的溫暖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們店家本身在大坑那邊 然後就是靠新設非常近 然後現在剛好是琵琶的就是產季 然後就是我們就是跟當地的農民有做配合 就是拿他們就是親手熬製的那個琵琶露 就是不會很甜 然後又就是做成冰的很清爽 又不會傷喉嚨 然後就是跟當地的那個農民一起合作 就是做出來的那個琵琶咖啡 所以你是用線材的琵琶去熬 對就是就是用線材的琵琶 然後就是那個就是當地有一個琵琶阿姨 他幫我就是熬成那個果醬 就是果醬式的 然後把它做成冰塊 然後就是搭在咖啡裡面非常的搭 就是很清爽又好喝 黑創意咖啡呢最主要是以水蜜桃當作基底 然後再加上龍眼蜜去做調和 然後搭配上我們的手沖黑咖啡 再和台中市的四花、三櫻花泡成的花茶來做結合 就造成了這一杯代表了台中市各個大景點 還有一些意涵在裡頭的創意咖啡叫做胡音夢 台中公園 台中市的公園裡頭有胡心亭 對那胡心亭非常漂亮 然後再加上台中市現在的四花是三櫻花 然後我希望可以結合這兩個元素 還有我們團隊共同擁有的咖啡夢 然後將這三個元素結合在一起 就構成了這一杯胡音夢 最主要是 mound雞 seed 普oman大愛 誰小食 大愛 太棒了